好,接下来我们用这个PythonTransfer Script 它可以把你的影片的字幕给抓出来,变成文字档 所以我们直接执行它 然后呢去开启你的 开启你的做好刚刚剪辑好的影片 开启之后呢,这边要选你的语系 选繁体中文 它才会从影片里面根据这个语言去做分析 然后帮你做输出 这个地方是你输出的资料夹 你可以选择跟你影片放在一起 这样子你在播影片的时候 它也可以直接抓你的字幕 然后把它存在这边 好,那接下来这一个按钮 就可以让它开始做翻译的动作 那这过程还蛮快的 那待会呢,它翻译好的字幕 它就会帮你产生在资料夹里面 好,我们来看一下 好,产生字幕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它会产生两个档案 这个档案是有带时间轴的 这个是我们要的文字档 然后另外一个档案呢 它是没有带时间轴的 这个纯文字档 那我们就把这个纯文字档给删掉